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版系统UI以及卡帧都进行了深度定制 随机还将赠送一枚星际迷航徽章 爱要是配置再给点力就好了 iPhone 7即将发布 现在根据最新的爆料称 iPhone 7将取消16G和64G两个版本 只提供32、128和256三种版本 同时有网友还爆出了一张256G版本的包装叠照 而且确认iPhone 7已经取消了3.5毫米耳机孔 价格则是5288和6088元起售 难产了很久的锤子T3据说终于要临盆了 根据爆料人摩卡公社放出的消息来看 T3将配备5.2英寸JDI屏幕 搭载骁龙820处理器 指纹前置且采用类似苹果的圆形设计 另外消息还透露锤子还将会推出一款5.7英寸左右的大屏手机 具体时间锁定在9月份小编坐着等 今天联想长续航神机P2正式亮相工信部 新机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指纹识别前置配备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骁龙625处理器 4G运存前置5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5000毫安时的电池 还将支持NFC功能 售价获定在1999元 还真挺自信啊 对了 Vager的淘宝店铺仅有原装低价的苹果配件 还有优质的iPhone周边 钢化膜保护套全场包邮 所以快快打开淘宝搜索店铺Vager 或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拜一个犒劳一下自己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非常希望您能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